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年2022年对于中共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为今年下半年有20大 这20大它也关系着习近平他是否连任 他不是修宪吗 取消主席连任制度吗 这在今年下半年肯定会落垂定音 连任还是不连任 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不管说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习近平他都要尽可能的 为自己达到出一个好的环境 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这是必须的 对内我们看最近的热点 比方说周杰坑爹杀雕二代炫富 结果遭到了一个灭门式的反腐 一家都被查了 还有像袁广东副省长万庆良 也是被重判 这是对内习近平动刀子 真的是一点都不手软 那么对外主要还是动嘴皮子 咱们今天讲这个主题 就是一个海外统战这个新闻 咱们马上稍微露一眼 露完之后再来稍微解读一下 那么我看到这么一个海外统战 我觉得现在在油管上露脸可要小心了 可能要搞点事情了 你想想海外这些媒体自媒体 各路反贼媒体以及大威小威 这可是十年如一日的去碰瓷习近平 蹭习近平的热点 因为习近平是名人吗 做习近平的节目总是能够吸引别人来看 是吧那些各路媒体蹭习近平这么多年 是吧 如果说哪句话惹到习总不开心了 这海外统战力量就有可能达到你了 这个社会主义铁权的触手 就有可能延伸到海外了 你要说我我自我感觉还好 因为我蹭习近平蹭的还不算多 顶多也就是现在这么一个阶段 20大升温是吧 我是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新闻 那咱们先看看这个新闻吧 看完再稍微解读一下 稍微low一眼 习近平新统战策略发挥港澳台和海外力量 争人心 服非公有制做好网站 在这里咱们可以看一些关键词就可以了 不用把这些内容全部都读下来 看一些大家能够容易理解的地方 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 争取人心的作用 要加强建设海外爱国力量 涵养壮大知华有华力量 以及做好网络统战工作 走好群众路线 我觉得核心的内容就是我画的这一段 其他的我都可以理解为废话 或者说不是太重要的话 那么咱来解读一下 首先他说海外爱国力量 海外爱国力量是非常多的 海外华人几千万人全世界都有 北美澳洲欧洲都有 你要说北美澳洲 他爱国力量有 同时反贼也多 特别是在北美美国反贼跟爱国的人 在大街上可以形成一个两军对垒的局面 你比方说在2019年蔡英文 她去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台湾人就去欢迎蔡英文 同时也是夹杂的一些反贼 也是去欢迎蔡英文 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多爱国的小粉红 抗着五金红旗就去反对蔡英文 在马路边这边是粉红是反对蔡英文的 这边是台湾人跟反贼 他们是欢迎蔡英文的 结果那一天两枚人还打起来了 拿个棍子互相打互相抽 然后这个时候警察就开始 维固秩序 哇叫你们粉红在左边 反贼在右边是吧 然后这一股力量就形成了五五开 还有包括在每年国庆的时候 在国外搞些什么爱国主义的 什么演唱会之类的集会之类的 是吧 也有很多反贼在门口去喊 去举旗子去拉横幅去对骂 但是一般来说都有警察 合枪实在在那边守着 骂归骂也没人敢动手 警察在旁边待着你动手 你动手试试把你给抓起来 是吧 谁都不想进警察局是吧 就在那骂两边也能够打个五五开 包括在一些领事馆 你比方说在洛杉矶经常有反贼跑到中国住洛杉矶领事馆门口 去举牌子去搞大喇叭喊去烧锅旗 就是说在北美这一块 反贼跟粉红爱国群体 他们是能够打一个五五开的 就算是打群架是吧 约架找个野狐干起来 两边都有可能打个互友来往 是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如果说是在其他地方 你比方说在欧洲力量就不成比例了 反贼很少跟粉红比起来 完全就不成比例 如果说在大街上碰到 很容易形成一个围欧的局面 就是一群粉红围欧一个反贼 这是在欧洲我所感觉到的 在欧洲这一块反贼 他还没有钻成一股力量 这是团结海外爱国力量 我是这么去解读的 这里又说到一个什么 壮大知华有华力量 这么一个壮大知华有华力量 又可以分成三小点 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要宣传大中华大一统的思想 你比方说我不支持大一统 我觉得大一统的理念就是过时了 害人动不动汉朝大一统 动不动唐朝宋朝大一统 就算是元朝还要说它是大一统 还要把元朝的历史 编进中国的历史里面去 清朝是吧 被满清统治 说那也是大一统总是把这种大一统大中华的概念灌输给别人 我是反对这种理念的 我是反对大一统的 但是这里的海外统战就要去宣传大一统的理念了 这是第一小点 第二小点就是说知华有华宣传大一统 还要给谁宣传 给那些海外华人以及他们的孩子 华二代三代给他们去宣传 你的祖国是中国你是华裔 欢迎回国来建设祖国 海外华侨跟你各种各样的荣誉与光环 把人给珊瑚的热乎热乎的 真的你在国外你但凡你做点生意 哪怕说你累死累活 终于做了小生意 一旦跟这些什么乔连统战的这些人走在一起 有时候他们说那些话是很有话术的 能把你说的心里暖和和的 实际上我感觉这里面的坑其实还不少 是吧有多少华侨回国投资 结果还亏钱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就是说知华有华的第二小点 就是对那些海外华人以及华二代三代 去灌输这么一个大中华 中国祖国的概念 你说统战它有没有可能统战到我头上来 有可能网报跟人肉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说打一棒 也有可能给你个甜枣吃 也有可能他们向我生橄榄枝想来收买我 有没有这种可能的有你说我心目中有没有价码 也有 但是我这个价码恐怕他给不起 我是什么价码 我就希望中共能够广开沿路 能够开放防火墙 能够让老百姓可以不用翻墙 就可以上万网 这是我的条件 我就可以把话放到这里 中共如果说能够开放互联网 让国内的老百姓不用翻墙 就能够上万网 我马上我称赞共产党 这是我开的价码 但是中共他可能开放互联网吗 他不太可能 然后再退一步说 作为一个假设 我老黑对于中共很重要 为了收买我 结果把中国的网络给打开了 我怎么办 我要履行承诺 我要去舔中共 到时候都有多少人骂我 对不对 铺肩盖地的骂我 都骂我淹死 但是那个时候有更多的人能够上外网 就会有成千万上亿的人 能够接触到普世价值 能够接触到历史的真相 到时候又是骂死老黑一个人 但是又有成千万上亿的人 他们觉醒 放心我开的价码 中共给不起防火墙 他们是不敢撤的 还有第三小点 知华有华是干嘛 是要给外国人 外国有人去宣传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大一统 中国的大中华 怎么怎么样 去宣传这些 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概念 其实他们了解的还都是很少的 我以前我跟这边的外国人 在这边我是外国人 我跟本地人聊天 我就问你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 他们就会反复就那几句 山海 北京 广州 反复就那几个城市 我说其他的城市 你不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说中国很大 对中国就很神秘 动不动 还想去中国学功夫 想去少林寺学功夫 真的 有很多老外想去中国 去学功夫的 跑武当山学功夫 跑少林寺去学功夫 说起来都很搞笑的 我跟一些当地人说 中国它很大 各个地方 有它各自不同的文化 东北有东北的文化 四川有四川的文化 广东有广东的文化 云南有云南的文化 每个地方的习俗 性格都不一样 你比方说我待在西班牙 像这边的加塞罗尼亚 安大卢西 还有马德里大区 什么巴斯克地区 加利西亚地区 每个地区它的文化 都是有区别的 西班牙才多大 一个四川省大 中国多大 中国有大概20个四川省的面积 你想想中国的文化 可能是更加的多元 所以说你要是以大一统 去看待问题 把什么都统一 这对于地方的文化 也是一个削弱 这是关于今天节目的第二点 宣传什么知华有华力量 那么再讲第三点 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群众路线 在这里真的对于那些海外的油管 播主各路大小微 各路反贼 露脸的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因为有时候你说话 说了某些官方不爱听的话 说了某些习近平不爱听的话 官方他们不好出手去做的某些事情 可能就要给下边的人使一个两次 你看这个人太不懂事了 一天到晚说我们中国不好 俗话不好 你看看怎么样去处理一下这个事 然后在各个微信群各个公众号 然后你的个人信息 就全部都爆出来了 说这个人反而分子 说这个人抹黑中国 是吧 这就是网络暴力 这就是人肉搜索 我自己我都经历过五六负责的人了 是吧 以后还会再经历 我都已经是皮糙肉厚了 防御值很高了 是吧 下次他们再搞我的话 我可以做成节目 给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过程 总之现在二十大是越来越越热了 然后习近平他对于目前这么一个环境 他也是要求一切都要越稳越好 不管说是国内这些官场上都要给我老实点 不要给我搞事情 给我站好队 谁要是不听话 这个刀子就砍到你脑袋上 这是在国内 国外咱们也可以分好几个层面 像普罗西那个事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让那些胡锡进、赵立坚、汪文斌让他们去喊一喊就可以了 对于海外这些媒体自媒体 每天蹭习近平 每天说习近平 骂习近平乳包子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有可能他海外统战 可能就要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 你们这些海外每天骂习近平的人 可能就要小心了 今天这个节目也算是做一个提醒 我不知道其他频道的博主 是否能够感觉到社会主义铁拳 他有点想往海外延伸的意思了 如果说我的观众朋友们有看其他频道的 也可以把视频连接复制给他 他们稍微收敛一点 小心一点 或者说以后在骂习近平的时候要隐晦一点 不要说的太直白 也算是给他们提个醒 网络暴力不好受 先做好提前准备 先做好防御公事 以后他们搞你的时候 你起码你也有一个准备 你起码你不会惊慌失措 好吧 海外统战做好网站 习近平新统战都说了 做好网站 下半年对于20大肯定又有一场网络战争 没有硝烟的战争 到时候网络上面又肯定是嘴炮一片 骂声一片 网爆一片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这期节目也算是给其他频道的 博主提个醒 那就先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频道的记得点赞订阅小铃铛 再见